好 让我们一起低头的祈祷 七日天父 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 我们今天来到主 我们一起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敬拜 主 虽然我们今天不是教会的建筑物 但是主 按着主的圣灵 按着主的真理来敬拜你 你都求神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敬拜 不管我们在哪里 让我们都有心 知道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是万皇之皇 还子之主 是独一的真神 要求神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 用我们今天来够准备我们的心 来到主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求神你自己 用你自己十字杀家上的补血 来洗干净我们的罪 又让我们能够心清守洁来到主你面前来敬拜 能够蒙主你自己的悦恼 求神你也继续保守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疫情当中 我们仍然来持守这个信仰 我们仍然在我们自己的家中 我们继续追求你 主要求神你自己的带领 在今天的早上 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 让我们每个人都注目在主你自己的身上 我们注目是在主你自己复活的大能的身上 主要求神你帮助我们敬拜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 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 要再一次让我们来众读神的话语 第一节 在安提科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清夫离结的西面 鼓励来人路求 与分封之王 欺律同样的马念并素罗 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 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禁食 祷告 按走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 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求恩 最后我们再一次求神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当你今天看一段经文的时候 让你借着这个经文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更愿意有一个心来跟随你 更有一个心愿意认识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想其实初期教会的发展 一直以来 都是很多基督徒有兴趣的题目 大家都很想明白 神当初如何借着跟随基督的人 能够实行他自己的福音的大计 使得福音广传天下 当然我们也盼望 我们好似初期教会一样 教会倾往 而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心志 在过去几个礼拜当中 我们就是探讨着这个问题 我们讲到门徒 如何经过 经历了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 并且三天之后复活的事件 这些门徒他满有这个复活的大能 所以对外来说 他们大胆的传福音 不怕这个迫害 甚至不怕死亡的威胁 对内来说 他们是完全的 是团一 甚至有很多人卖田产 房产 去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也看到 当时候教会受到迫害 因为使提反的事件 但是神却借着这件事 用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接着之后我们再看到的 就是有些门徒去了安提阿 在安提阿那里 他们开始向一些外邦人 非犹太人 来传这个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开始在那里 是大大的广传 当时候有很多人在安提阿那里信住 所以我们过去几星期 我们看到这几方面的事情 我盼望我们都是被激励 激励让我们跟 好像这些当初的门徒一样 对外来说我们大胆传福音 对内来说我们有一个合一 彼此是扶持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在安提阿这个教会里面 如何他们开放了 另一个关键的时刻 如何是关键的时刻呢 就是这个教会成为 第一个猜传的教会 它第一个有意地 去将这个派宣教士出去 将这个福音 转给其他地方的教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 如何是最尊圣灵的带领 派人出去传福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 究竟这个安提阿教会 这个宣教教会 是一个如何的教会呢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 它是安提阿教会当中 有几位的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古列来人路求 于分封之王 希律 同样的马列并扫落 这里有五个人 如果你看见他 其实这五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化 以及背景方面 也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 比如说有这个叫做 称呼尼杰的西面 这个尼杰的西面 意思是他皮肤是黑的 很可能是一个非洲人 黑人 古列来人是北非的人 当然另外有一个就是 如分封王希律 一同长大的马列 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几个领袖当中 都有不同文化的背景 在这里 另外他有一个 使徒行传 这个作者用了很特别的 两个 称呼他们这些 这个教的领袖 就是先知和教师 先知和教师 到底这五个人 是不是里面有一些是先知 有一些是教师 或者这五个人 他都是先知 都是教师呢 经文两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我相信 其实他在说 五个人都同样是先知 也是教师 什么是教师和先知呢 我想教师方面 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了 所以教师的意思 在尤启使徒行传 这个上下文里讲 其实他们是明白和教导 基督信仰真理的人 明白和教导 基督信仰真理的人 这方面和我们今天 所说的信仰里面的教师 都是很类似的了 什么是先知呢 先知其实是明白 并指出 从圣灵以来引导的人 明白了圣灵的带领 知道圣灵的带领 然后将圣灵这个带领 讲给一些人听 或者讲给一个教会听 一个团体听 这些就是先知 所以先知呢 我也讲了很多次了 并非就是那些 只不过是讲预测未来的人 其实不是的 先知最主要的功用 就是传达神的信息 在这个场景里面 是特别讲到 他们如何去明白 这个圣灵的引领 和教导的 这个后面 我们看到 他们听到 这个圣灵的声音 而认可 这个巴勒巴 和这个苏罗 出去传教这件事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我觉得 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都很需要 带领的人 或者侍奉的人 都是教师和先知 我们知道 其实教师 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个恩赐的教导 这个我明白的 不过我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明白真道 这个职份在 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应该 就有一个责任 要去明白 圣经给我们的真理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当我们明白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真理 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做起一些事情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计划一些时候 我们就不会 违反了神的带领 我们就不会 要偏离了这个正道 我们反而 如何能够 拱固 第一个使命的信心 帮助未信的人 更愿意 去认识耶稣基督 和他的真理 当然 我们说到这个认识真理 或者明白真理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想这个是单单 知识上的追求 但是我今天说的 当我们说我们要明白 这个真理的时候 追寻这个真理的时候 其实这是我们 是我们侍奉神的心智 并不是说 我只不过想知道 多一点的东西 一些知识上的追求 这个不单止是这个层面 更重要的层面就是说 我们因为爱神 因为我们想侍奉神得更好 因为我们想帮助 其他电影姐妹 也帮助我们自己 更了解神 所以我们有一个心智 要明白这个真道 所以我经常说 其实这个明白真理 千万不要 只是放在这个知识的层面 这是我们对信仰 那个认真的态度 对信仰是我们追求的心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们要知道了 究竟要我们明白真理 我们要断地 去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能够帮助我们 可以不断地认识这个真理 其中第一个 就是要不断认真的学习 不断认真的学习 我想我经常都说的 其实信耶稣并不是复杂的 了解他的救恩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 要你了解圣经的东西 你才可以接受耶稣的救恩 这个不需要这样的 我们的救恩是很简单的 但是当我们接受了救恩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明白 神的整个救恩的历史 救恩的计划 这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我们就需要花一个时间 花一个功夫 花一个心力 我们去读圣经 去研讨有关于圣经的一些项目 所谓学海无崖 违勤事案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当然我们知道 每个人学习的能力都不一样 或者我们教育程度都不一样 我们看圣经或者学习圣经的时候 确实有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但是这个是否重要 其实这个是不重要的 重要是什么呢 重要是说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心 想多了解神的话 而按住自己的能力 大家听清楚 是按住自己的能力 我们去不断的认真学达 不断的追求 这个才是重要的 我不是说 个个都一定要到同一个层面 我们不需要的 反而我们要按住我们的状况 尽我所能去学习 我们知道在保罗写的书信里面 提摩太后书 大家都认为 应该是最后一本书 在提摩太后书 最后一个结尾的时候 提摩太他说什么呢 他帮他 保罗叫提摩太 带什么呢 保罗当时叫提摩太带什么呢 他说那些书你要带来 更重要的是那些疲倦 他当时勉务提摩太 他说你现在要帮我带些东西 带些什么东西呢 他带就是 那个外衣 可能当时冬天就来了 所以他希望提摩太带带些外衣 但是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带去那些书 带去那些书 当时就叫做scroll 带去那些书 特别是皮卷 写在皮上面那些书 那么大部分学者都认为 这个其实是包含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包含了 这个《旧约圣经》的 那么我们看保罗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话 保罗经常引用 这个《旧约经文》 对《旧约经文》非常熟悉 那么当然 他是受拉比的训练 他是这个法利赛人 当然在这方面很熟悉的 但是我们知道 当保罗当他生命走到 差不多最后一程的时候 他所关心的什么呢 竟然是关心 他的书本 关心这个《旧约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他一个学习的心 虽然当时 已经是 他的年纪都有一把了 又面对这样的状况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希望 你要拥有什么呢 你希望有什么呢 很明显地 保罗在这个认真的学习 大家在荧幕上都看到 这个望远镜 如果你用这个望远镜的时候 你要看到什么呢 如果你有这个望远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很远很远以外 你看一些星 其他的天文 天象 你可以用这个望远镜来看的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圣经 有时候 都是好像这个望远镜一样 当我们通过圣经 认识圣经的时候 我们这个圣经 就可以看到 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是完全超乎 我们平时所了解的东西 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 去看到 给我们世界以上的东西 这个很特别 但是当我们有这个望远镜 我们不去看它的时候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望远镜 但是今天很多信徒 很多基督徒 其实就像这样 有一本圣经 但是很少看它 所以只放在书架上 很多时候甚至铺满了层 没有什么去读它 就好像不用这个望远镜 去看天文一样 圣经都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圣经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要教训读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不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就是圣经的功用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读圣经 我们不了解圣经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好像发挥这些圣经的作用呢 我们很难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很重要 就是盼望 我们有这样的行心 不断地去认真地学习圣经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明白 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们要熟习圣经 熟习圣经 我们刚才说过 学习圣经其实是很多方面 比如说圣经里面有 有圣经的语文 有圣经的考古学 或者辩道学 甚至有关乎圣经的历史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你要读圣经 你一世都读不完的 因为里面牵涉的东西 是实在太多 实在太多 包括以前的文化、历史、背景等等 这些学是学不完的 所以当我们学习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学习是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就是我们要熟悉圣经的内容 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的内容 我们就其实不知道 真真正硬说了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看过它 就是我们在广东话 要纳一下而已 纳一下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就发觉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它的内容 没有办法记得它 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 花这个时间慢慢去读圣经 其实圣经不是说 你随便读一下 你就常常都会记得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读书 我们自己以前上学都知道的 当你真的想去了解一个学科 去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花心思考有系统的 有方式的去读的时候 你才能慢慢去认识的 在《圣经》、《圣经》、《圣经》内容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我们有时候需要 有一些步骤 或者有一些叫门去读的 当然最基本的叫门是什么呢? 是多读 如果你不多读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认识它 读的时候你不要来来去去 读《约翰福音》 读了十年八年 都是《约翰福音》 你当然要有系统地去读 有时读《福音》书 或者有时读《保诺》的《书信》 或者《约翰》的《书信》等等 或者有时读《新药》 有时读《约》 有时读《九药》 但是最好你有一个系统 你比较不够捉得住 你就不会只知道某一卷书的东西 而其他的东西都不认识 当然你可以慢慢续习《圣经》的内容之后 你可以专门去研究一卷书 几卷书 深入的研究 这是在另一方面的 但最基本的仍然都是 都是我们去读《圣经》 你说 黄牧师我年纪都有一把 人家是过目不忘 我过目必忘 这个我自己有体会的 当我自己慢慢年纪大的时候 学一些新东西的时候 看一些新东西的时候 一看完之后 当时记得 过一会儿就不记得 那又要再看 就算一些很简单的名字 以前一看就记得了 现在都不记得 但是你反复读 反复读 才记得 你说那是否重要呢 当然 如果你记性很好 当然最好 读一两次 立刻记得 但是你可能不是 你可能要读十次才记得 但是不重要呢 其实不重要的 你又不是叫你去和别人比赛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读 你自己慢慢读 你读十次才懂 那就读十次才懂 用多些时间又怎样 对你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 去了解圣经 如果你是在我们教会里面 或者做一些主要学老师的职份 或者查经班带领的人 那就更加需要 去熟习圣经的内容 如果你对圣经的内容 不熟习的时候 有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解释的时候 会有偏差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习圣经 而且我觉得 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托福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但是我们真的要求神 给我们一个学习圣经的心 而且要立志行心 日日去读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因为圣经 那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 圣经是不熟的 所以要怎么办呢 我就写了很多卡片 那些index card 用很多index card 去抄一些经文 在index card 一边就是抄经文的内容 另一边就是抄圣经的章节 反复去读它 来练习 大家记得一些经文 究竟是哪一卷书 那时候抄了几百章 当然不是完全记得了 现在可能有些都不记得了 但是那段时间 整天复杂的时候 是会记得的 所以我们学习圣经 就是求神给我们 能够有这样的心志 是不断的认真学习 以及职习圣经 这是第一方面 在第二方面 我们要明白 其实我们除了认识这个真理之外 除了做老师之外 做教师之外 还要做先知 我们已经说过了 先知就是 见识圣灵的引导 然后将引导 和人分享 这是一个先知的角色 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个人 和教会 走在神的一个大令里面 并且经验神的创造 这个能力 在我们生命当中 那种奇妙的作为 就好像初期教会的信徒一样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在一章八节里面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 我们主耶稣说什么呢 但是圣灵在你身上 就在耶路撒冷 犹太传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基作的见证 是不是 但是当时 虽然这个门徒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他们不太知道 圣灵如何带领他们 去完成这件事情 他们要经过一步一步 去看到圣灵的大令 而跟随圣灵的大令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 有时神给我们启示的时候 不是一下子 就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 他将一个结果告诉我们 但是他慢慢一步一步 彰显了出来 使得信徒慢慢一步一步 去完成这个计划 就像安提阿教会一样 当时你看到 他们向外帮人转福音 这个当然也是圣灵的大令 他们当时 如果任凭当时 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可能一想就想到 会传福音给外帮人 但是圣灵的大令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大令 同时 在今天的经文里 你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们辨识到 要分开巴拿巴和素罗 所以很明显地 他说什么呢 是圣灵说 你怎么知道 是圣灵说 就是他们有这个辨识的能力 他们看到 圣灵对他们的大令 他看到 这是神的一个计划 其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们经常都有自己的计划 这个当然不是说不好的 我们当然很多时候 都有自己的计划 有自己的梦想 这个并无不可的 但是有一个很需要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需要的 我们很需要的就是寻求 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大令 圣灵的大令 有时候往往是以心不道 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 不是说好像我们自己想着是这样 但是圣灵可能带领我们 是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所以我们 不要只是欣赏自己的想法 而是在对神里面的一个开放的心 要用圣灵来带领我们 其实这个不单止在我们个人是如此的 在教会里面都是一样 尤其是我觉得教会尤其是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我们在恩秦 我们过去做一些什么的事情 或者我们守住我们过去做一些什么的事情 更重要的时候 我们是开放给圣灵 来带领我们将来要做什么的事情 神不是一个只是在过去的神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错误的 一个观念 其实不是的 我们经常说 神怎么带领我们过往 这是一个好事 我们看见神在过往的日子当中 怎么带领我们 但是神也是带领我们往前面有个威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放给圣灵的带领 我们要看圣灵的风向 究竟圣灵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所以真的让我们能够跟随圣灵 因为圣灵那条路是什么路呢 圣灵那条路是一条有身有活的路 是有时候我们意想不到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要在一个犧牲的道路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一个冒险的一个时刻 其实是的 当我们信重圣灵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走这条冒险的道路 有时候是危险的 有时候是惊险的 但是也是很多兴奋的事 是很exciting的 是很令人振奋的一条道路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心 当然我们要辨识圣灵的带领 应该如何辨识呢 我相信在辨识圣灵 我们有几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方面要明白 当我们今天说 我要辨识圣灵的带领 我知道这个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这个圣灵的带领 一定是跟圣经的真理吻合 一定不会跟圣经的真理冲突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 譬如说我今天圣灵带领我 叫我今天我不爱这个老婆 叫我找个第二个 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 这个会不会是圣灵的带领 我告诉你肯定不是圣灵带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丈夫要爱太太 是不是? 甚至要为太太写明 好像爱自己一样 是不是? 那她突然会叫你 我这样恨你的太太 这就是跟真理的违背 所以今天也是 当我们今天寻求圣灵带领的时候 你要明白 这个带领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 如果不合乎圣经的真理 你就不用想了 这一定不是的 要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有另一条考虑 要明白 到底合乎真理的时候 那道路是怎样 譬如说我们的心 究竟是怎样 今天我们要跟随圣灵的时候 我们怎样留 譬如说你今天在工作 要找工作 两份工作 你去寻求神的意思 圣灵 被话语你去这份工作 但为何去做这份工作呢? 那个心态也一定要准确 因为圣灵带领去新的工作 并不是只要你赚多些钱 并不是只要你工作轻松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 当神猜派你去那里的时候 祂是要你做什么呢? 祂是要你去见证祂 做一个工作的地方 来高举神灵 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 好 另外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要专心去寻求 我们要面识圣灵的引导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专心去寻求 是有意愿去寻求的 教会今天的经文里面 这个高举尼沃教会 是什么时候才知道 圣灵要猜派 这个素罗和巴拿巴呢? 圣灵说什么 我们一起可以看 他们在侍奉主和金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我分派巴拿巴和素罗 去做我照他所做的工 那是什么时候? 在侍奉主和金食的时候 我看特别的经文里面 侍奉主这个字 我特别放在希腊文里面 放这个大家不用特别去思虑 但我放这个东西 我就让你看到 英文翻译 在NIV的翻译 他用了一个 当他们敬拜的时候 为什么会和中文的翻译 有些不同呢? 其实因为侍奉这个字 他不是用一般的字 是讲到 是和礼儀有关系的 所以 为什么 NIV的译本 会用了 当他在敬拜的时候 这个翻译是可以的 确实和这个有关系 所以当他在敬拜的时候 或者在敬拜的时候 或者在敬拜祷告的里面 当他们禁食的时候 他们的精灵就向他们说话 我知道 禁食 其实我们现在很少基督徒 长期去做的 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禁食是什么 但也没有做过禁食 但当时候 在犹太人 或者基督徒里面 禁食是非常普遍的 禁食当然不是节食 我以前也说过了 不是说你不吃东西 禁食是一个目的 是让我们分开一个时间 特别专注来寻求神的意思 特别去依求神 这个就是禁食 这个意思在这里 禁食 其实常常跟祷告在一起 祈祷禁食 这两种东西 在第三节 我们也看到这种东西 当他们猜派 在宿罗和巴拿巴的时候 那些教会 大家也一起去禁食和祈祷 这两种东西 其实大家一起在一起 当他们禁食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不吃东西 他们更是尊心地依靠神 这是他们的心愿 在祷告的时候 看到神的心意 希望在祷告里面 看到神的大力 这方面 也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学习的 因为我们今天很少去做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干草堆祷告会 Hatstack Prayer Meeting 究竟这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Hatstack Prayer Meeting 其实这个Hatstack Meeting 干草堆祷告会 本身是有一段故 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真实的事件 不要说是真实的事件 这件事发生了什么时候呢 在1806年 在1806年的时候 这里有一班 在Williams College里面 有几个学生 五个学生 基督徒的学生 一直是对 在亚洲的福音事工 或者世界的事工 他们有一些心智和看法 他们有时候会一起祈祷 一起的这件事 是有一些讨论 他们有一次在亚洲的户外 去做这件事 突然之间 打雷落雨 打雷落雨 他们没有地方病 病在干草堆下面 病在干草堆下面被雨的时候 他们继续讨论 继续祈祷 在祈祷当中 其中一个人 他说到世界的福音事工的时候 We can do it if we will 我们能够达成这个任务 假如我们愿意的话 假如我们愿意的话 当然是愿意跟从神的带领 但这件事就成为一个历史事件 因为之后 他们和其他人 组成了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 叫ABCFM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一个这样的机构 这个特别是一个向外宣教的机构 你要知道这个向外宣教 宣教这件事 当时很多人 其实没有像我们现在 很多地方都去过 旅游的话 很多人都到处去的 但当时很多人 其实很多人对一些地方 只是听过而已 从来没去过的 但是他们当时对那些人 他们有这个福音的负担 由于这件事 其实就开展了 美国这个教会 向外宣教的运动 所以这是一个起始点 可以说 所以有人 其实是来树立了一个monument 这个monument 他们也说 The birthplace 这是一个美国向外宣教的出生地 一样 但是整件事 在什么开始呢 就是在干草堆里面的讨论和讨告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体识 因为很多时候 今天我们祈祷的时候 究竟我们祈祷什么呢 很明显地 我们在祈祷里面 很多时候 都是为了弟兄姊妹祈祷 我们的健康 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些当然是需要的 是绝对需要的 但是我们很少去祈求 说圣灵今天 在前面你要带领我们去做些什么呢 求神你给一个异仗 给我们教会 给我们教会的领袖 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看到主今天 要向我们 开展一条什么道路 而我们愿不愿意去跟从呢 愿不愿走这一条 惊险 冒险 的一个旅程呢 我相信这些讨告 可能对我们教会 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改变 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去寻求呢 当我们专心寻求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辨识到圣灵的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声音 骚扰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 所以很难去听神的声音 因为太多事情去分心了 所以当我们专心寻求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容易去辨识到圣灵的带领 但是 知道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需要 是什么呢 是完全的信服 因为我刚才说的 圣灵的带领 有时候 其实对我们有一种挑战 可能呢 挑战呢 我们要离开我们这个 comfort zone 就是 离开我们这个舒服的地带 因为我们走一条 可能不是那么舒服的 甚至要牺牲的 正如我所说的 道路 那我们愿不愿意呢 是不是甘心乐意 完全 没有抱怨的 就说 神啊我愿意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例子 我们可以做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呢 我们是否愿意这样做呢 今天在这个光提阿教会里面 神差派圣灵向他们说 要差派哪个呢 差派巴拿巴和素罗 我们知道 其实巴拿巴和素罗 在当时这个领袖里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们离开 可能 是对这个教会有点的影响的 在这个教会 却乐意这样做 所以你看到 于是他们禁食 祷告 按手他们的头上 就打罚他们去了 这个其实就是 所谓的差遣礼 他们隆重其事 禁食祷告 将保罗 或者叫素罗 和巴拿巴拿 交托给神 求神带领他们 解领他们的工作 祝福他们 然后打罚他们去 这一个就是 所谓的差派教会 那种心态 神既然 要将最好的差派出去 他们甘心乐言 去做这件事 所以 这个 顺服的心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 如果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追求 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带领 但我们不可以顺服 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今天 去追求圣灵的带领 神话叫你去读神学 那你愿不愿意呢 或者今天去追求圣灵的带领 圣灵要叫你放弃一些东西 放弃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愿不愿意呢 这些都是一个挑战 或者我们教会 今天神要带领我们去一个地方 可能我们一直都不想这样做 但是圣灵要为我们开一条路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呢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圣灵帮助我们 能够给我们有一个信服的心 顶知我们今天 只是探讨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个就是明白真理的问题 一个个人也好 一个教会也好 我们首先要对真理明白 那我们才不会走去叉路 我们才走去正道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辨识圣灵的带领 你让圣灵带领走我们的生命 带领我们去行 这个教会里面的方向 新的方向 就是求神联敏我们 给我们当中 我们有这样的信服心 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经历神的带领 因为我们一起去祈祷 最后感谢赞美你 主是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下你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 主在这个时候 我也都求神你真是赦免我们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是执着我们自己的一些计划 自己的一些思想 我们不是根据圣灵的带领 我们也不会追求圣灵的带领 圣灵的引动 但是神是愿意 圣灵不断吹逼帮助我们 不管我们今天 究竟我们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是不断去寻求 你求神你带领走一条有生有活的路 求神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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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